周一開工上班時間 台北捷運站人湧現人潮 但通勤族門注意了 你可能才剛跟確診者擦肩而過 北市公布案15294足跡 他在7月5號到7月7號 每天固定從西湖站到中校復興站轉乘 再到後山皮及永春站 去城及回城剛好都是上下班通勤時間 捷運站不敢大意 清潔人員定期消毒 在前面那邊上班 口罩多戴個一塵 然後就是面罩 因為捷運人現在變蠻多的 所以還是會避免飛沫傳染這樣 民眾很擔心 因為捷運站旁就是地下間 另一側直通百貨公司是人潮聚集地 還是文湖縣與板南縣交會點 疫情前每天運量約9萬人次 屬於北捷第六大站 不只中校復興 南丁三明站日前爆出的清潔工群聚再擴大 清潔工在7月10號已傳染給6名家人 11號又有家人的親密接觸者確診 等於1傳7共8人染疫 在車廂其實都淡著啊 也都不會特別去扶 因為疫情嘛 還是會怕 沒辦法還是要上班啦 這場直擊人潮雖多 但民眾口罩面罩戴緊緊 幾乎不摸扶手就怕被感染 千萬不要亂摸 更不要摸到自己的嘴巴 眼睛鼻子 隨時準備著酒精噴自己的手 台北捷運雖然定期消毒 但人來人往防不慎防 民眾通勤後最好立刻消毒 勤洗手避免新冠病毒上升 也講講朋友先去台北採訪報導 雖然定期消毒 很高解